但是玉琳哥 你算是聰明的人啊 但是有時候 我以為無意當中扯到人家後衣 好為實喔 我在錄影前 你扯了多少人 要不然一一點出來啊 在聊天 那我那次真的無意中扯到那個 那個潘若迪她老婆的後衣 怎麼了 那個潘若迪她老婆 就是秀外惠中 唯一的四號就是 那也不能講愛喝啦 那就是因為她留英的嘛 就在英國留學過 所以她英國人比較高尚啊 有時候會跟人家乾杯這樣子 乾杯 那潘若迪不曉得是童年有什麼陰影 她就很討厭女生喝酒 所以呢 她也不讓她老婆喝酒 但是她老婆很慘啊 我們都覺得她老婆很可憐 因為我們都出來 說Kiki啊 喝一杯嘛 她就走看又看 可是潘老師隨時會來 她嚇成這樣你知道嗎 然後如果潘老師一喇了以後呢 她就正經為作對不對 然後潘老師去尿尿的時候對不對 她就 我們也被弄得很緊張喔 那個威士忌喔 砰一到 杯子就滿足完了你知道嗎 我說 她一喇說 不會 我把她乾掉啦 威士忌耶 對 然後潘若迪一出來 Kiki 妳臉怎麼那麼紅 沒有 然後後來呢 就大家都勸老潘說不要這樣啦 偶爾一下還好 妳給她放鬆一下嘛 她幫妳生這個女兒 照顧女兒這麼辛苦這樣子 後來潘若迪動於那個法外開恩 她說 一天就一杯 所以不是傳出那個經典故事嗎 Kiki就很開心 一天一杯妳講的喔 那我去買酒杯 結果Kiki買回來是一個 養金魚娘那個人 金魚娘 就一天一杯 那那一次為什麼扯到她後腿 有一次呢 我去侯昌明她家 侯昌明她家最近最好不要去啦 很容易被偷拍 對 有一次我去 侯昌明她家 一進去 就看到Kiki 我說Kiki 潘老師 那個 因為潘老師在錄影 我是忙妳偷閒 因為我看到桌上 已經一杯紅酒在那邊了 我說妳這樣子被她知道不是不好 沒關係啦 反正我喝完以後看個電視啊 退酒啊 回去啊她就不知道 我說好 那我們一對妳就聊得很開心嘛 就這麼巧 正當那個在聊天的時候呢 我的手機響了 Panel就打來了 哎呀 然後呢一接通以後 老沈啊在幹嘛 我一時情急之下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不曉得中邪還是怎麼樣 我竟然脫口而出那種 我一輩子很少講錯話 我就那一次講錯 我說 然後老潘說 妳等我 我說 原來她竟然就在那附近而已 怎麼可能 因為那附近有一個水果行 她就在那邊買水果 好啦 就整個 整個大家就 軍心喔 大亂這樣 真的好驚訝 然後呢 侯昌明跟曾雅蘭 不敢面對現實 我看那個 這個地方我不予酒流 這有多怕啦 結果 估計娘昨天就說 我去買蒜蓉花生給你們 這一個好了 就走了 好啦 現場只剩下我跟Kiki 多尷尬 很曖昧 現在兩個晚上在喝酒耶 對啊 艾莎 你們好曖昧喔 那個喔 那個怪是怪在說 即便她是人妻 可是男女是 孤男寡女 這樣怎麼怪嘛 對啊 沒久久 那個潘若迪就來了 潘若迪進來的那一幕 我跟妳記得 她嚇到我整個臉是白的 好像是那種 那種那個 那個 她只差沒有 那個從口腸品 他們家樓下跳下去而已 對啊 結果她也是多新啊 因為Kiki 她喝最多也就那樣而已 她也不會讓自己失態啦 對啊 所以問題也是潘若迪 對啊 真的 放過一下口腸自己 會是甜言酒 或是出去跟朋友畫畫 有什麼關係 我老婆上次就說 好忙喔 妳幫妳女兒那個弄一下 因為她去幫我女兒買那種 不是有一種 叫秘密的 就是可以弄那個 就是搭建一些房子啊 然後有娃娃什麼東西的 然後因為我女兒每次 就把她整個摧毀嘛 然後那摧毀了就在那邊哭鬧說 要我們幫她弄起來 那我就 我就很勉為欺欄 因為我那天真的累到爆 而且我從來沒有搭那個東西過 我也不知道怎麼弄 我就硬著頭皮幫她那邊 弄一個小房間 然後我老婆一出來看到 她也是跟那個 一樣 很誇張 哇 妳好棒 她是學弟的嗎 妳人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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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整個搞不同分泌你知道嗎 搞不同分泌 我花了一個小時 我不只好搭那個房間喔 我把那個客區弄出來了 哇塞 對 我還沒有農卡 還把公園都蓋出來了 對 那行像 玉琳哥你小孩已經兩歲多了對不對 對 他會乖乖坐下來吃飯嗎 那小孩都有一個共通的問題喔 那個Baby chair有沒有 就是中文講什麼 兒童椅啦 兒童椅 你講好賴是不是 OMG 好厲害 今天英文特別強就對了 他就是不願意坐 他就是要站 對 然後你叫他坐下 他就給你熱舞你知道嗎 真的耶 真的耶 好開心 然後吃一頓飯喔 真的是會 就是一直會分心啦 一下子要玩拼圖 好你給他拼圖了對不對 那吃了兩口 他可能要玩那個什麼娃娃 那個什麼咪咪那種娃娃 所以變成吃一頓飯了一個鐘頭 有時候兩個鐘頭這樣子 那問題是每一餐我都這樣的話 其實是蠻困擾的 對啊 所以搞到那個 有時候當老公的心理是這樣 很多老公不是常常看狀況不對 看錯必要 我跟他約什麼事情來不及了 其實根本沒事 他根本在外面吹風你知道嗎 他就單純只是想避開 避開這種場 因為其實餵酒之後 那個火會慢慢冒到這裡 就是為什麼不好吃 然後就像你講那個安全座椅 或是兒童椅 他就有辦法逃脫那個東西 然後站起來 然後瘋狂地這樣抓 他喜歡在椅背那邊有沒有 然後站在上面 然後抓著椅背 然後這樣晃 然後我們就會擔心 他會不會往後仰 跌倒對不對 他後來也多慮了 因為他晃... 他會抓到那個平衡喔 然後... 你算是親連他手引協調的 一個方法就對了 也是一個方法 可是後來發現喔 就是還是... 真的還是要有耐性啦 可是剛剛聽了 那四個要點喔 我覺得蠻受用的 因為那幾點 我們反而沒注意 因為像重視氣氛 其實一般家庭用餐的氣氛都不好 因為就是聽到媽媽罵 小孩小孩在哭什麼的 對 就不會有一個很OK的氣氛 剛剛講說那個... 那個小孩節慶 找主持人 有一年呢 就是那個mail 然後說那個台中 然後要約我 擔任那個小朋友生日的主持人 那因為喔 那個一般觀眾可能喔 在發動邀約的時候呢 寫得不清不楚的 那我老婆就懷疑說 這個會不會是... 詐騙 因為我們常常接到邀約去呢 她只是想跟你見面 對 然後所以我老婆 一般遇到這種狀況 我老婆都懂嘛 就是開一個天價給她 然後自然而退 也不要說好像 拽個二、五、八萬 說我不接啊 我有工作什麼幹嘛的 那這種小朋友的慶生 能開多少 一般喔 合理的行情喔 我們一般主持委啊 十八萬 二十萬就很驚人 對 進水了 她 意思不是說 她出不起這個錢喔 謝謝妳 感恩 感恩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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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婆就說 妳要先幫我幫她 妳在不住 對 她說妳能來 我們家裡面太開心了 然後我還到處問人說 這種活動會不會怪怪的 我還問詹老師 詹老師妳幫我算一起來 有沒有 那我想說 當我小朋友 因為國小五、六年級嘛 國小五、六年級的粉絲 是有的是自我 所以我們都說 那個小孩 兩歲 兩歲 然後她硬要說 她小孩喜歡聽我講笑話 真的嗎 拍照就是聽你講笑話 從肚子裡面開始 我跟你講 那個現場金碧輝煌 在台中的 最頂級的 那個一進去 那個氣球那個都不用說了啦 那現場佈置著金碧輝煌 天啊 然後他給賓客的那個 那個謝禮有沒有 我回去打開才知道 一打開 金殘除 哇塞 哇塞 我是鍍金的喔 是純金的殘除喔 那當然比較小隻啦 但是那個也很驚人了 我初估啦 包含我跟那個小某的組織費用 那現場的布置 還有那些有的不的 加起來 我看兩百萬是要的 哇塞 太誇張了 但那一次她買就很開心 她對我賺不給口 後來今年又找我去的 但不是小孩生日 更妙了 她換她妹妹生日的費 她妹妹喔 不是她老婆 不是她女朋友喔 她妹妹 是妹妹還是乾妹妹 我本來是在懷疑 結果後來證實是真的妹妹 喔 有接人搞牌場就對了 我是姜妹的 我看就說 有一天 是你在做甚麼 我看就說 那是 我看就說 喔 一天